大家好,欢迎来到小宝的英语教师 Welcome to my English Studio 那今天呢就让我们来进行这个TOEIC专题啊 已经到第五课了,就是说明我们已经这个 拓业专题呢已经进行了一个月了 不知道大家在过去的这一个月当中呢 听了四节拓业课之后呢有没有什么感想 如果觉得小宝老师讲的太快 或者说小宝老师能不能再讲得细一点之类的 这样的要求的话呢 欢迎大家在这个文章下面啊 右下角给这个小宝老师留言 小宝老师看完之后呢一定会这个及时跟你沟通联络 然后如果有必要的话呢 也会反映到我们这个教学视频的拍摄当中来 那废话不多说 先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上一周咱们学了哪些东西呢 首先来复习一下词汇 词汇的话呢 首先上节课呢是叫了一个就是包含contain contain就是什么东西包含在什么里面 它动词形式是contain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也是跟咱们这种音标学的 是对应起来的 这个地方的o呢 它就是这个短音的o 所以是contain 比方是动词的包含或者容纳 那么下面这个例句是怎么说的呢 就是说 this letter contains a number of typing errors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letter 就是信当中啊 包含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打印的错误 所以就是什么呢 包含就是contain a lot of typing errors 然后这个第二个它的名词形式 我跟大家讲过啊 这个一二 当时我上节也跟大家讲了 一二是一个典型的名词辞 那么这个当时讲这个短音的o的时候 然后我又说了表示三个表示名词 表示人物的名词 先后织分别是er or跟er 那么这个地方加就是er 所以是什么呢 就是上面的contain 加上后面的er 加变成了一个o 所以变成container 表示名词就是包含了这个东西 真的是容器 货柜 那可以怎么说呢 this container will take six liters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容器啊 可以包含六十米液体 那是这是上周的这个单词部分 上周的语法部分呢 是讲了一个什么呢 是as long as的用法 那么as long as呢 有两个用法 第一个表示只要 表示条件 比如说as long as you love me I will stay here 什么意思呢 as long as you love me you love me 只要你爱我 我就会一直留在这里的 我会留在你身边 那么还有一个呢 是相对来说比较客观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什么和什么一样长 因为long long是一个形容词长的嘛 那么跟它相用的时候呢 就是as long as 就是指 就是和什么什么一样长 比如说your hair is as long as mine 这个mine 这个地方表示 my hair 它这个地方用来一个mine 其实是样的意思 就是你的头发 跟我的头发一样长 就是as long as my hair 那这是上周的复习部分 那大家都还记在心里吗 OK 那让我们来进行今天的这个内容了 今天的新的内容呢 首先来看一下这个今天的这个单 而句子当中会出现的这个词汇 并且也是toyer的高频词汇 是一个什么样单词呢 叫locate lo 表示lo o 这个地方呢o的原音 发它的原音字母的这个音 所以是o 这个地方呢 c来发的是k k 这个音 那么这个a来发的也是它的原音字母的原来的音 就是a 所以是locate 表示什么呢 动词定位 那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面的例句 就是the police 就是警察 is you trying to locate the suspect suspect 什么意思呢 表示嫌疑人 那么police是警察 所以police是警察 所以police在干嘛呢 他们仍然在试图啊 这个locate the suspect 定位这个嫌疑人到底在哪里 就是他们在抓这个嫌疑人 现在定位找出他在哪里的时候 就可以用这个locate 代表是动词定位 给你查找 那它的名词形式是什么呢 也是一样 之前我跟大家讲过这个tion 它是一个固定的名词后缀 就是说跟那个er或者or是一样的 基本上动词后我们加这个tion 就跟这个名词 然后而且这个tion它的固定 发音一定是shin 大家可能觉得tion哪里会t 并不是这样 它的固定发音就是shin 所以什么呢 是location location 那名词 它是位置 场所的意思 这地方的例子是什么呢 就是the first thing he looked at was his house's location 什么意思 就是他看的啊 他研究的第一件事件什么呢 就是他房子的这个位置 地理场所怎么样 这个正常这个可以理解吧 大家买房的时候 基本上看的无非就是房子的地理位置 他这个房型 然后面朝哪儿 所以说他看到第一件事情是这个他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房子的位置 就可以怎么说呢 就是the first thing 第一件事 he looked at 就是他看的 就是他看的 was his house's location 就是他房子的这个地理位置 所以location 表示位置跟场所 大家记住了吗 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一道真题是什么呢 就是Mr.Peters searched search 就表示搜索 every office in the building for miss sentence but he was unable to locate locate 当时的这个动词 对吧 就是定位 搜索 locate什么呢 下面来看一下 them himself it and her 大家可能记得这个好像跟我之前在这个语法专题里面讲到 就是感觉好像咦好像跟人称有点关系 没错 他什么意思呢 them 表示就是复数的他们 第三人称的复数 himself 这个地方表示他自己 it 表示就是无性别称为这个他 her呢 表示的是女字旁的他 也就是女性的他 那么这个地方呢 所有这一些东西就是这一些词啊 可以称为人称代词 himself不能也严格以上不能算人称代词 那这些地方呢 为了方便大家分心呢 我就把这些都归纳为人称代词 那么就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语法典的讲解当中 什么叫人称代词呢 首先我既然说的是人称代词对吧 人称代词 那首先前提它是个代词 那么大家可能会觉得代词是个什么玩意儿 代词其实我觉得这个怎么讲中文当然代词可能反而比较难理解 如果大家懂日语的话呢 其实这个很多学员啊 就是在日本人就反而很好理解 为什么 因为这代词在日语当中就是代名词 是代名词 那就很好理解了 对吧 就是说它是作为名词代替名词的这么一个词 所以叫代名词 而且在英语解释当中呢也解释出来了 说什么呢 就是a word that takes the place of a noun 那是什么名字吗 take this place 就把它代替 所以说代词它其实就是代替名词的这么一个词 那代名词有很多怎么讲代词 不一定是人称代词 也有其他的代词 比如说是反物代词之类的 那这些代词呢 不在我们今天的讲解范围当中 今天的范围呢 主要是针对题目当中出现的这些人称代词呢 我会给大家一个简单的解释 那既然看完了代词 知道代词之后是代替名词出现的词之后呢 就更好理解人称代词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是指人的这么一个代词 所以这些人称代词啊 都是用来指人的 那人称代词它又有哪些分类呢 大家一看这样就昏过去了 有没有 其实并没有比较昏过去 因为它跟中文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大家可以拿中文的素维来理解它 但是也要明白这个当中跟中文的差别 什么差别呢 就是它这个人称啊 其实是跟中文没有差别的 但是一旦涉及到这个人称的时候呢 人称后面跟的这些动词啊 会根据人称不一样 英语当中所变化的 而中文当中是没有变化的 那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在后面再看啊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些呃 人称代啊 这是一种啊少打的一个词呢 人称代名词 其实就是人称代词当中呢 分主格跟兵格 首先主格大家肯定很理解吧 就是主语 我爱你 那么这个我就是这个主语 那么你呢就是兵语 兵语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动作对象 就是我的我爱 我爱的对象是什么 就是你 所以这个地方呢你就是兵格 那么我呢就是主格 那么这个地方首先来看一下啊 这个我的话呢 他人称代词就是爱 那么他如果做兵格的时候呢 就是me 那一样这个复数的时候呢 我们是we 然后呢 他的这个作为 如果我们作为兵格 就是他作为兵女 作为一个动作对象的时候呢 就变成变形成 us 然后这个时候第二人称 第二人称 就我我们就是第一人称的当父亲讲完了 接下来看第二人称就是你 第二人称很有意思就是他单复数是没有差别的变化的 无论你是一个你还是你们 他都是you 所以这要根据前后 比如说后面的这个位语啊 就是这个动词 他如果是单数的话呢 跟复数的时候可能会有差别 所以要根据整体的句子来判断 他到底是单数的你还是复数的你们 那么无论是 而且他无论是主格还是兵格都是you跟you 接下来看第三人称单数很有意思啊 第三人称单数的话呢 一个是he 然后变成兵语的话就是him 加一个m 那然后 不变去E变I加m 就变成him 然后呢 女个旁的他 是she 然后如果变成兵格的话就是her her 然后当第三人称就是没有性别的他呢 他就是不变的 因为他没有性别嘛 所以他这个地方 无论是主语还是兵语他都是it 然后最后来看一下第三人称复数 这个时候的复数呢就是他不五分这个是男他还是女他 没有性别的他 只要是第三人称他们都是they 那如果这个他们做兵语的时候呢 就统一变形成them 大家记住了吗 像表格可能是比较重要的东西 大家记完了他就是 因为怎么讲 无论是你爱我还是我爱你 我们两个中文当中对调的话呢 这个人称是代词是不会产生变化的 但是在英语当中如果是我爱你的话就是I love you 不过如果是你爱我的话就是you love me 因为这个时候的我已经变成第三人称单数了 他就会变成要变成兵格这个me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发现这个英语跟这个中文有一样的地方 有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呢 就是大家一定要理解清楚他们真的差异 才能够准确的这个怎么讲准确的就是他的语法重点 那所以这个地方来看一下 刚刚我们分析完了这个人称代词 对吧 他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单数复数 主格变格之后哪些差别之后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地方呢 他应该选哪一个人称代词 所以让我们来看这个人称代词他指的是哪 大家来看先从句子开始 这个Mr.Piers他在找什么呢 Search every office 那这张是不是指这个every office 是不是这个代词是指every office呢 当然是不是 为什么 因为他只是在找这个office 但是他找的人是谁呢 大家再往下看 in the building for for miss sentence 大家知道了吗 他找到你是谁呀 是这个miss sentence 然后miss大家知道吗 对吧 是女士的这么一个尊称 对吧 所以大家知道这个sentence肯定是个女的 然后再来看 but he was unable 他不能to locate定位 定位谁呢 他在找sentence 那肯定是找不到 但是他无法定位sentence 所以他找不到 是个女的 让我们再来看这个女的当中只有谁呢 第三人称单数的女 他的代词是谁呢 也就是her 所以这题的正确答案是选D 大家理解了吗 ok 那看完了小宝老师的分析之后呢 你们好像以为自己懂了 当然我也希望你们懂了 所以看看你们到底有没有懂呢 就来做一下这道题吧 那然后还是一样 只要在小宝老师的工作号里面 输入今天的课程 就可以查看今天的答案啦 那今天的内容可能有点点快 希望大家可以在课程中好好复习喽 so thank you guys for watching as always and I will catch you next week bye